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日下午 县公安局在县汽车站广场进行了反恐演习 演习模拟在汽车站广场 一辆被爆恐分子劫持的灰色轿车向广场人群冲撞过来 随后 车上的三名爆恐分子对广场乘客进行肆意砍杀 并企图窜入后车大厅内 现场多名乘客受伤 事件发生后 车站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反恐预案 及时疏散乘客并拨打110报警 110接警后立即报告局代班领导 并通知街面武装巡逻小组赶往现场处置 局代班领导请示局长后迅速启动反恐应急预案 消防大队 巡警大队 治安大队 刑侦大队 交警大队 乐平派出所等 立即赶赴现场协助处置 各派出所在本辖区设立治安卡口 严防恐怖分子外逃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紧张处置 击毙恐怖分子一名 制服两名 经搜报未发现爆炸防治 查扣可疑车辆一辆 救护救治重伤员三名 轻伤员六名 国保情报中心立即展开情报收集和网上侦查 处置情况随时报告 同时向现反恐工作领导组组长报告 反恐演习顺利结束